上一次上课我们基本上就是利用那个什么呢 我想知道一件事情 历年来到底台北市的治安片 其实大家最喜欢看到还是视觉化 这一目了然嘛 但是如果你今天给他看这个资料 你说这个资料他看半天 他怎么会知道哪个治安 你看这个总共几笔 Ctrl向下 三千多笔 你怎么看出来 往下慢慢看嘛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呢 想要给人家看一个视觉化的结果 那第一个啦 你要根据这个年 所以如果你要统计的是跟年有关的话 第一个你要先知道有没有这个栏位 如果有这个栏位 你才有办法做出你的分析 如果没有的话呢 那你要先把它变出来 大概就这样而已 OK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区 哪一区的安比最多 当然一样 如果没有区的话 我们要把它变出来 所以今天的话 大概会有几个练习 接下来的话 如果针对这一题 那请各位呢 帮我再统计一个数据 到底台北市哪一条道路 可能是哪一条街吧 有没有 万宁街 厦门街 可能是哪一条路 中校东路 有没有 那也有可能还有一个啦 市民大道 我发现好像顶多就是叫路 叫街 顶多叫道吧 OK 那所以呢 我们如果想要统计 到底台北市 这个什么呢 住宅切专案件 前十名好了 到底是哪前十名 如果请你帮我把那个排名排出来的话 那你应该怎么做 当然第一个啦 因为我需要这个栏位 所以呢 你第一个呢 要先需要什么 路 接到 OK 所以请问 可以拿那个之前练习的 如果没有 你可能重新下载 那你可能还要变出这两个栏位 这两个还记得吧 这个是Labs 前三个字 这个是Mid 第四个字取三个字 然后再插入一个H栏 那这个栏的话 比较麻烦 因为它不像说前面这个比较 逻辑比较单纯 刚好前三个字 用Labs 中间的话用Mid 第四个字到第三 第四个字开始取三个字 那路接到的话怎么做 你可能 那它其实比较麻烦 为什么 它的位置比较尴尬 它的位置就是说 其实你们可以回想一下 前面有一题叫做刮胡字串 我们是前面刮胡 前刮胡的下一个字 跟后刮胡的前一个字 然后把那个刮胡里面 这抓出来 但是我们现在 它其实没有刮胡 但是我们有前面那个字 那前面那个字 可能是哪个字呢 可能是什么 区嘛 有没有像这个是区 像这个是零 像这个是零 有没有发现 它的前面那个字 理论上我归纳之后 发现有三种可能 就是呢 它的地址 没有统一 所以其实问题出在还没统一 如果没统一你不可能写信跟承办人讲说 可不可以请你把地址规格统一一下 那不可能啊 对啊 OK 所以如果它不能改变你要改 那你要怎么改 OK 所以第一个 前面可能是零 没有零的话可能是零 没有里的话可能是区 那尾巴这个字就三个规格 就是路 接到 那问题来了 那我要怎么样把那个 想一个公式 把这个规则 建立之后的话 那向下填满 答案就出来了 但是啊 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 你想说老师那没关系啊 我慢慢来 那你要怎么慢慢来 点两下吗 点起来 Ctrl C吗 然后呢 Ctrl V吗 OK 一个 那从而几个呢 三千多个 你总不可能慢慢点两下 Ctrl C Ctrl V OK好 那还有一个问题哦 你今天假如真的做完了 我佩服你 三千多个 第二个你明天 假设各几天还有新资料 那你要再重来一次的话 我看你真的会哭了 而且你会 应该会觉得 这实在太无聊的工作了 但是有些人不会 他就只能这样做 所以我们要想出一个办法 看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 刚刚讲的这个问题 我提示一下 基本上可以这样 因为我们前面不是用fy 对不对 所以我刚刚已经知道前面这个字 所以我可以先用什么 先fy什么呢 先fy零好了 所以我的习惯是 如果像这个地址里面有零 对不对 我先把游标放在 F的第七 应该是HC这里 然后先插入一个什么 插入一个fy函数 先fy一下什么 fy看 帮我 文字在里面有一个 叫做fy 前面有用过 对 fy函数 你帮我找什么呢 找那个零这个字 有没有零这个字 OK 有零嘛 好 那去哪边找 去F7这隔壁这里 找到11 也就是说呢 算到10的零 第11个位置 好 但是如果你向上填满 你会发现 上面都没有 向下填满的话呢 这些都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它会发生什么呢 invalued错误 那还有哪里有 底下这个文山区这个有 有没有 这个有零 所以只要有零的 它就会告诉你 它在这个地址里面 第几个字 可是问题来了 那如果没有零怎么办 那你就去找零吧 所以啊 也就是下面的公式 你就要再加上一个叙述 如果找不到零的话 那就帮我找零这个字吧 那可是这个叙述 你要怎么样把它变成 一连串的公式 那交给我一个方法 我的习惯这样 请你把这个fy零 不包含等号把它剪下来 剪下来之后做什么呢 再插入一个新的判断的函数 叫做ifl 所以逻辑里面 这前面有用过嘛 那if是如果 l的话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l 其实指的就是这个东西 请字号开头 这个都是l 错误 如果发生 如果有上面那个错误的话 那我要做什么呢 按确定 把公式贴上 如果正确 它会有数字 可是如果没有正确 它就错误 错误 其实底下这个 这个参数是 如果发生错误 像上面这个的话 那你要做什么 如果你找不到零的话呢 你再贴一次 那你就帮我找零 所以其实很简单 再把find里面的零 改成零就可以了 OK 那这个意思说 如果找不到零的话 那你就帮我找零这个字看看 按确定看看 所以如果假如没有零 有零的话呢 应该上面就不会出现错误 下面再减两下 所以你会发现 错误的地方呢 好像就变少了 有没有 所以像这个是只有零 它没有零 它像这个是有零 有没有 这个是万美零 那这个是什么 附台零 OK 那区怎么办 所以一样的道理 如果找不到零 也找不到 找不到零 也找不到零 那就帮我找区吧 哇 那这个叙数怎么做 其实道理一样 跟刚刚有点类似 一样我用哪个 我用这个 刚刚是这个 这个公式 一样的方式 请你再把它 选起来就 等一下 不包含等号 跟刚刚一样 做什么呢 再把它放到ifl 所以一样找到ifl 把公式贴上 贴上意思说 你帮我找找看 有没有零 没有零找你 那如果也还找不到的话 那就是帮我做下面的事情 再帮我找什么 再帮我找区 所以再帮我找区 其实叙数应该是这样 把这个find 复制贴过来 就是find 然后把这个零 改成什么 改成区就好了 OK 也就是说 上面是 如果找不到零 也找不到里 那就再帮我找区吧 OK 这意思应该懂 OK 好 那当然你不能写 那个白话文给他 他看不懂 你写这样他看得懂 而且他就是有规则性的 所以其实有时候公司 就是你要把那个规则找出来 那以后就很容易了 OK 好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我们来看 理论上应该这样都OK了 上上填满 没问题 上下填满 应该底下都OK了 除非说他那个地址有错误 不然的话呢 理论上应该是正确的 底下应该有错误的 哪个地方有错误 他那个地址好像没有路的 也没有接也没有到 那当然就没办法 OK他就不管 理论上应该对了 好 第二个问题是说 那好 我已经知道 那个前一个字是什么 可是问题来了 因为路接到不可能都三个字 也不可能都四个字 如果有固定长度 那好好解决 可是如果不是固定长度 那怎么办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先把这个公式先做一下 这个公式 那如果假设你担心会比较没办法记 你们可以在云端上面找一下 我应该是把它贴到哪个地方 你们找一下 应该在云端白板的地址页呢 这边有了 我把这个贴到这边来 OK 刚刚那个公式 应该这个改一下 因为我之前好像 它的蓝的位置有一点变动 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 刚刚这一段 OK 在云端白板上面的第十页的地方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谢谢大家